大家好 今天是8月4日星期三 市经过今天一轮上升之后 技术上已经有一个突破 第一 今个月的市暂时来说是由 2号的低位25743 升到今天暂时的高位26650 即是一个先低后高形态展现出来 波幅只有907点 由于一个月的高低位不可能在三个交易天之内出现 所以后续应该有更加高的指数 第二 指数亦是回到10天线上 看高一点就是20天线 再看高一点就是250天线 理论上大市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 可靠的一个回稳的势头 最大限度指数现在升到了 这个浪的低位24748点比较远 板块方面如何呢 在政策不断施行之下 新经济股似乎没有太大的苗头 波幅性的上落肯定是有的 但已经是失去了 早前的色彩 反而政策是对一些体育用品相关的股份 是有刺激的 因为全民都做健康 全民做健康当然是看用品股 所以见到今天安达 轻轻创了新高 虽然高位有点反复 理也是偏强的 理灵 特步1361等等 都会成为资金逐步追逐的对象 因为始终来说强者就越强 弱者就一定是越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